我用Grab App 叫了一輛的士 他應該走了 現在就在泰國的曼谷 今天其實就是大年初二 所以我決定去China Town看看 但其實我去過這麼多次旅行 我從來都沒有去過China Town 我看見這個東西都是蠻蠻的 但我看見那個纖綜桶很棒 現在下方是蠻蠻蠻的 對,我看見這個東西都是蠻蠻的 但我看見這個纖綜桶很棒 我看見這個新潮多一點 但我發覺周圍的人在台語 沒有英文和卓文 我完全不知道我要做什麼 很棒 很便宜 100泰銓 真的很便宜 100泰銓 100泰銓 超級小鮮鮮餅 超級小鮮餅 這個地方給我一種香港女人街的 還有這些產品很乾淨 這個頭也很乾淨 因為在香港很難可以找到我這些 很乾淨 這個頭有一些是剝了鍋 一袋袋這些是他已經幫你剝了 他說40元一包 大約港幣10元 而且我真的很想試看 好麵 乾不乾淨 因為他真的想要幫你做鍋 剛才經過我選擇油焗 其實我今天還有一個任務的 我只想看上帖卡 這一個帖卡還要35元 就是大約港幣也不用100元 我剛剛來到一個失望的餐廳 因為外面真的太熱了 其實街邊的食物很吸引 但我還要進來坐一坐 和我點了一個海南西飯 但有一點點韌 這幅圖很漂亮 泰國有一件事我一直都很不習慣 就是這裡當地人吃的東西是非常難的 每一次我叫吃不辣的時候 其實都是辣的 對於泰國人來說 他們的不辣就是放一至兩隻辣椒 如果你想吃不辣的話 你就要很特別地說明 你要沒有辣椒才行 然後我剛剛發覺 高仔城海南西飯 旁邊就會有一個小小的湯 他們這個湯裡面都是有辣椒 而且是有兩至三粒辣椒仔 在裡面 對於一杯市場 就是我們吃過什麼 你來沒有έ gens 怎麼這裡 但是用來做一個小小的湯 來吃完 喝幾個湯 去這站 哇 那China Town就是這個站 我打算去這個站 我打算去這站 Sanap Chai Station 請找個空間和平台 香港的男士們見到這裡的情人節花應該很開心 因為真的不便宜 全部港幣100元都不用 所以就已經有一站 花得漂亮 香港是350港幣都買不到